对于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的做法,伊朗正式反击了。 当地时间4月16日,伊朗议会通过法案,正式将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其附属部队列为恐怖组织,据今日俄罗斯、2T报道。 16日,伊朗议会以254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法案。 与此同时,法案还对美国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 法案重申,任何对这些部队给予援助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恐怖主义行动,援助内容包括军事、情报、财政、技术、训练、服务及后勤。 法案中称,在必要时刻,伊朗政府及其武装部队,需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和先发制人的防御行动,以阻止敌对的美国军队,采取任何方式,侵犯伊朗的利益。 该法案还呼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收集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及其下属组织的有关情报,以便对其合法起诉。 此外,司法机构也需要为此制定相应机制。 据此前报道,当地时间4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是美国首次将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列为恐怖组织。 不久,伊朗对此回击。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8日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对美国今天非法且不合理行动的回击。 伊朗认定,美国是一个支持恐怖分子的组织。 中央司令部及其所有附属部队都是恐怖组织。 侯家兴,新华社卡土木,4月11日电,记者马亦冲,苏丹国防部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奥夫,11日在苏丹国度军事委员会,以主席身份举行了宣誓仪式。 据苏丹官方电视台报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奥夫将军以苏丹国度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举行了宣誓仪式。 卡迈勒阿卜杜勒马鲁夫,马西将军为副主席。 伊本奥夫当天早些时候,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翻总统巴西尔政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他说,巴西尔已被逮捕,目前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还宣布将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 在两年的过渡期内管理国家,伊朗外交部二日批评英国方面,已把黎巴嫩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的决定错误,且不负责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赫拉姆·卡西米,二日告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记者。 在伊方看来,伊方所作决定忽视不少黎巴嫩民众的意志,同时忽视黎巴嫩真主党,在打击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过程中所取得作用。 卡西米说,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政府和政治体制中,有合法地位。 过去数十年,帮助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打击恐怖主义。 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将黎巴嫩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不利于黎巴嫩的稳定和安全。 黎巴嫩真主党上世纪80年代创建,美国政府自1997年起,将它列为恐怖组织,以色列和美国指认,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武器。 英国内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2月25日证实,英国政府已经向议会提交议案,将黎巴嫩真主党,整体列为恐怖组织。 不再区别对待它的政治派别,和军事派别。 议会一旦通过这一议案,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或为它寻求支持的人,可能面临最长十年监禁。 多家媒体报道,英国政府最新决定,可能关联新一届黎巴嫩政府。 与善介政府相比,黎巴嫩真主党支持的部长人数增加至三人。 黎巴嫩真主党3月1日说,英国政府准备将它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是对黎巴嫩民众的侮辱。 英国外交不同一天声明,针对真主党所做决定,不会影响英国与黎巴嫩的关系。 郑浩宁,新华税微特稿,环球网军事报道,据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4月9日报道。 俄罗斯南部军期当天发布消息称,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30余架飞机和直升机进行了紧急作战演习。 演习过程中,飞行员将飞机和直升机紧急撤出假想敌打击范围,然后转移至备用机场。 之后,黑海舰队航空兵开展了近距离和远距离空战训练,并完成伪装训练任务。 消息称,超过30架飞行器参加演习,其中包括苏24MP侦察机,苏24M前线轰炸机,苏30FM多功能战机,安抚26运输机, 别负12反潜机,米负8直升机和卡,负27直升机。 此次演习是计划中的冬季演习期检验性演习。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1日报道,美国常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凯贝利哈齐森对媒体表示, 北约成员国计划在华盛顿会谈期间,讨论有关扩大在黑海地区存在的问题。 他说,毫无疑问,我们将讨论如何确保黑海地区的安全, 以及如何在这一地区采取更多行动和进行更多监督, 黑海将会出现更多来自北约国家的舰艇。 他指出,上述计划源自俄罗斯的侵略,以及克里米亚军事化。 俄罗斯外交部此前表示,北约的行为正在使黑海地区军事化。 莫斯科也曾多次对北约在欧洲扩充力量表示过担忧。 2018年11月25日,三艘乌克兰海军舰艇侵犯俄罗斯国界,驶入临时封闭的海域, 并从黑海向克赤海峡方向行驶。 这些船只实施了危险机动,且没有服从俄方发出立即停船的合法要求。 三艘舰艇被俄方扣留,船上的24人先后被俄法院批准逮捕。 其中两人是协调了这起挑衅事件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员工。 克里姆林工指出,俄方在这起外国军用舰船入侵俄领海事件中的反应,符合国际法和俄罗斯法律。 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消息,在其中一艘炮艇,尼科波尔号上找到的文件显示, 该舰艇编队的任务,是从奥德萨隐蔽抵达别尔江斯克。 环球网军事12月24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24日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处发布消息, 以军向一伙在叙利亚政府控制的戈兰高地、非军事化区内发现的武装人员开火, 以防无人员伤亡,尚未收到对方是否有损失的信息。 该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发现一伙武装人员, 越过了戈兰高地叙利亚边境障碍附近以色列方向的阿尔反线。 作为回应,以军对其方向开火。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5日报道称, 俄罗斯东部军区新闻局太平洋舰队信息保障处处处长尼古拉沃斯克列仙斯基表示, 俄太平洋舰队无位级大型反潜舰, 在日本海的演习中,使用于雷攻击了假想敌潜艇。 报道称,太平洋舰队下属地滨海区舰队, 派出特里布茨海军上将, 号和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 两艘大型反潜舰, 组成舰艇突击搜索群参加了演习。 沃斯克列仙斯基表示, 在海上靶场, 俄军大型反潜舰与舰队海军航空兵反潜机, 完善了反潜艇战术群的空海协同行动, 在搜索假想敌潜艇课目中, 还动用了从大型反潜舰上起飞的三架卡, -27PL反潜直升机。 他说, 舰员们利用直升机机在声纳, 发现假想敌潜艇后, 战术群舰艇协同发射于雷, 对其予以打击, 之后又用火箭式深水炸弹实施攻击, 以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主的非政府武装, 3月1日晚, 恢复进攻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最后据点, 预料一周至数周内结束战斗, 叙利亚民主军, 从两路对巴古资阵发动进攻,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多国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叙利亚民主军发言人穆斯塔法巴利, 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攻守双方激烈交战, 美联社报道,